詞曲 李宗盛 资料探勘 情绪分析等等 研究之余也热衷于开源社群 常触摸在各大的社群中 今天Toby将以资料英雄计划 高雄火灾风险地图2.0为例 跟我们分享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透过资料科学提升消防效率 让我们欢迎Toby 在开始之前我想先请问一下大家 就是你对火灾这个议题有兴趣 所以才来听这场议程的请举个手好吗 好 那如果你是对资料科学有兴趣 然后来听这场议程的可以举个手吗 好好好 谢谢大家 就是我下次会会把标题改得更耸动一点 可能会写什么大数据 智慧程式2.0 什么什么 就是来吸引大家这样子 那有人是最后一场议程的 就是倒数第二场议程 不想要换奖厅 所以就先待在这里的 有吗 好 希望就是等一下的议程 不会太无聊 吵到你这样子 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Toby 那这是我的联络方式 然后比较特别是我的大学 是中央大学经济系毕业的 那毕业之后在泰坦科技服务一年 担任软体工程师 那现在是清大资源所所二生 那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 文字碳感情绪分析 跟这个题目完全没关系 然后我现在在那个数据飞船工作室 这样子 那要介绍一下其他那个 资料英雄的其他成员 第一个是 智库驱动的 分别是Johnson跟CK 那他是我们的那个 consultant 就是在 资料科学这方面的consultant 那另外就是有高雄市消防局 跟我们合作 然后分别是高文宗局长 然后静雅跟宏杰 就是我这辈子看过最优秀最优秀的公务员 他们超棒 就是平常就已经要出勤 然后要打火救灾 就已经很累 然后假日还要跑到台北来跟我们开会 这样子 就非常谢谢他们 然后他们在这个计划里面是我们的domain expert 所谓domain expert 就是提供我们消防跟救灾的知识 让我们调整 看要怎么调整我们的dataset 让模型可以学习到 关于救灾 然后关于建筑物特性 这些知识 那另外就是还有资料英雄成员 最左边是利哲 利哲现在是信义房屋的资料分析师 那在那个计划过程中 因为我们用到了很多建造执照的资料 那这些资料的那个column 它所代表的意涵 其实蛮复杂的 是有一定专业程度在 那利哲在这方面提供了非常多 宝贵的意见跟知识 对 然后中间是我 最旁边是冠林 她也是清大统计所的毕业的学姐 那她负责那个资料视觉化的部分 好 这个故事呢 我们要先从公司协力模式 这个有点难懂的模式开始说起 那这边非常关键的人物就是Johnson 他是这个计划的主持人之一 然后他说了一句 就是非常像鲁夫会说的话 他说我有一个梦 我要让台湾的医疗防灾能力成为世界第一 他就从此踏上追求 海贼王的那个航道了 对 那也是谢谢他有这样的一个点子 我们可以串成这样的一个信任权 他希望可以把在资料驱动 政府这件事情上面 他可以建立一个信任权 然后这个信任权的角色 由政府机关提供资料 然后提供他们的目标 然后加上社会企业跟商业公司的合作 那美和学界啊 然后研发界的人才 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 去催化一些比较pilot的计划 那我们可以慢慢让资料改变城市 改变社会这样子的愿景 一步一步慢慢的实现 那这个计划就是资料英雄D4SG Data for Social Good 那除了这个火灾的议程 昨天还有一场是欧卡 就是大院前心跳停止 也是跟高雄市政府合作的 那另外我们是第二期计划 第三期计划已经结束 然后稍待我们会讲一下 第四期的计划 好 既然我们叫做高雄火灾风险地图 2.0 那想必就是有1.0嘛 那1.0做了什么呢 1.0的产出就是像大家看到的 这样子就是 它把每个里 每个村每个里为单位 去呈现他们火灾发生的几率 然后还有数量 那在2.0呢 我们就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我们想要考虑火灾的几率因子 然后我们想要从村里的等级 提升到建筑物的等级 然后另外呢 我们也相信这会是一个parler的计划 就是我们透过这样子的经验 可以传承给其他不同的地方政府 那大家都知道就是 救灾的资源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就是时不时的就会看到 救灾人员的泪倒啊 摊在地上 那我们会希望替他们做一件事情 是找出高风险潜在的住家户 那他们可以主动的做居家访试 那让消防的观念可以是比较主动的出奇 而不是被动的去透过硬体的更新啊 通过人力资源的扩充啊 来达到目的 那也希望这样子可以减少火灾的损失 好 我们其实没有做整个高雄市 我们只挑了凤山区 那为什么是凤山区呢 这里有凤山来的乡亲吗 有吗 有好好好 因为凤山就是南天龙国啊 因为凤山呢 他非常有趣哦 他的总人口数是现在高雄市的第一名 那他有两百年的开城的历史 那他在旧的高雄县 他是第一名 然后现在市议会跟以前市议会都在那边 最重要的是他其实有都根 他有古城区 然后有建村 所以他的住宅的形态非常多样化 那我们希望选一个多样化的区域 来作为高雄市整个整体的代表 那为什么不跑整个高雄市呢 因为我们就是跑不完 就是光是这样子 我们大概就有13万别的资料要处理了 对我们来讲已经是蛮大负担 因为毕竟我们只有三个人而已 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资料有什么 这是传统的火灾案件的那个报案程序 这一开始你会接到电话 然后会有派遣中心 听这些火灾资料 然后派遣人员执行消防任务 然后结束之后他会有一个案件归档 然后记录什么时候出了几台车几个人 然后哪里失火了 发生什么事情 那消防的时间总共花了多少时间这样子 我们的资料集大概有13万笔的建造资料 13万笔的税捐资料 建造跟税捐分开是因为税捐是给茶客地下税用的 那建造是你在盖这个房子的时候会需要申请的建筑执照 那另外我们从六年间的火灾报案记录里面 萃取出400笔的火灾建物 那除此之外我们还对上了生长 低收入户跟独居长者 然后还有狭小像那种数据 那下面这三个圈圈为什么会有这三个圈圈出现呢 主要我们参考了金本大学的一篇论文 就是他们在这个论文里面发现就是这三个资料 跟火灾发生几率有显著的正相关 所以我们就把它放进来了 好 那我们重新整理了一下 所以在我们的资料集里面就会有建筑物的面积啊 法定的避难空间建筑物高度 那在税捐资料就会记载它的屋灵啊 用途面积跟建材 然后等等等等的 那常常这边就会觉得 大家就想说 诶 只要这么全就可以来训练模型啊 就是一切听起来都太美好了嘛 这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在这边大概花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重新整理这些资料 实在太可怕了 就是那些 就我们刚刚这边说的 税捐资料跟建造资料 他们写的明明是同一个地址 可是写法完全不同 就是有些人用阿拉伯数字的1 有些人用 有些人用中文的1 有些人用全形的阿拉伯数字的1 还有人用大写的中文的数字1 我不知道就是可能中文就是太复杂 就是我们在光是处理这些地址 就花了我们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那我们这边把地址当作就是 一个独立个体 一个record的unique key 就是它唯一识别的方法这样子 然后 除此之外 我们还对到一些是 你肉眼 从Database捞出来肉眼看 两笔蜜蜜就是一样的阿 可是他们就是group不起来 他们就是不能连成一笔资料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最后面加了一个 你打不出来的空白 就是在unicode里面 你打不出来的空白 我不知道它怎么加进去的 就是有空白 然后 诸如此之外的事情 就是一直在发生 然后 我们对到最后 甚至我们还用了Spark 就是因为可能传统的Database 没有办法处理这样 一直aggregation的东西 然后我们还丢进去Spark 乱弄一通什么的 然后 我都 就是 我常常怀疑自己上辈子 是不是薯条 就是为什么 我是 哥哥是薯条 哥哥姐姐是薯条姐姐吗 为什么我要这样 一直被炸一直被炸一直被炸 然后 然后就是跑了一遍又一遍又一遍 这无底洞 然后 然后 好 反正我们都活过来了 好 然后 但这里面有一些很有趣的地方 比如说 有些地址我怎么对都对不出来 就是明明 比如说明明有建造 可是 可是税圈找不到 那 我就 我就很好奇 这个地址到底什么存在 我就去用Google街景 去看那个地址到底是什么 然后 其实Google街景 也对不出来 你就只能找到旁边的门号 然后就会看到那种 小小的像那种 那种三角地块 突然盖出了一栋铁皮建筑物 你甚至不知道那里面有没有住人 然后里面都堆满那个资源回收 那就 其实 其实从地址 光刚从地址这件事情 你就可以看出来 贫富差距在这件事情 他们在资料上面没有被同等的对待 因为他不用刻地加税 因为他是低收入户 他这个人从税圈出的资料就消失了 就是 即便是在资料的层次 你都可以看到 贫富差距啊 可以看到 甚至连政府机关都会歧视你 那这是我觉得很奇怪的事情 对 好 然后 我们来讲一下模型 所以我们现在有了很棒的资料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模型 我们把模型拆成两个部分 在这边我们定义火灾的风险 大家都知道风险就是等于 几率乘上预期的损失嘛 那我们把火灾发生的几率跟损失 拆成两个独立的模型 好 那在几率模型里面呢 我们有400栋的 湿火建筑跟89000栋没有湿火的建筑物 那如果这是一栋 如果这个红色的是一栋 湿火的建筑物 它就会有 它就会有这么多 没有湿火的建筑物 好 很多 然后我们来看会有什么问题 我们这一开始呢 就丢了一个模型 就随便丢了一个模型 其实丢了几个模型 然后精准度都是 就是99.9% 然后我们觉得太棒了 收工了 就是只要整理完就收工了 就是脑劝一波 就一切都99.9% 然后我们把它倒进 我们把它倒回去看 然后发现 哦太可怕了 大家 大家有没有考试 然后完全没有准备过 然后一整张就拆11 大家都说猜11分数会最高嘛 那就像一张考卷里面 所有答案都是11 只有一体答案是第一 然后你整张猜11 这样你可以有99分 对 它模型就做了这件事情 因为它看了太多 没有湿火的建筑物 所以它就直接脑猜一波 它就猜每一栋都不会湿火 然后这样它的 它的精准度有99.9% 可是这完全没有意义 因为这个模型 因为你的资料集太失衡了 你的模型没有办法 很精确的去找出 湿火的建筑物 它有什么样的特征 那这不是我们要的结果 好 所以我们就参考了这个方法 叫Balanced Cascade 然后它是2009年 发表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在做什么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 这个是假装的 就是假装画出来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画到一个平面 把所有的房子都画到一个平面 然后黑色是没有失火的 红色就是失火的资料 然后它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它对一般的建筑物分类 可是大家知道分类这件事情 是监督式学习 你需要有分好的资料 你才可以分类 可是我们没有啊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用了Deep Learning里面 常常用的一个方法 叫Balanced Propagation 那这个方法呢 就是基于KN的演算法 就是说我把这一群 全部分到一类 然后看它的表现好不好 看它这个群组里面像不像 比如说星透天错 它刚好被分成一群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它的屋领都比较新 它的建筑面积都比较高 那在这个群里面 它们相似程度会比较高 那它就会认为 这样子的分类是合理的 那根据这样的方法 我们大致上可以圈出几种 几种不同的建筑物形态 但是圈完之后还没有结束 我们把每一群失火的建筑物 跟每一个失火的建筑物 跟一群没有失火的建筑物 好啦就是绿色这一群 然后跟红色拿出来 圈一个小的模型 那我们就这样圈圈圈 就总共圈了137个模型 因为切到137个的时候 它们才会大致上是平衡的 那我们这边用的模型 是用XGBoost 然后如果就反正没听过 没关系 它其实就是一个随机生灵的模型 只是它在运算效能上面做了优化 这边有听过Random Forest 可以举个手吗 好好 蛮多的啊 如果大家学过统计学 它就是一种 它就是把很多很多个Decision Tree 很多很多个决策树绑在一起 一个决策树是一棵树嘛 很多棵树就叫森林啊 然后那个随机的意思就是说 它把分到这棵树的标准 它是随机丢 然后慢慢让它收敛 好啦大致上讲就是这样子 如果觉得很复杂 就可以去修一些Open Course的课 这样子 好 那137个模型产生的结果 在预测的时候要怎么预测呢 我们就把 预测的时候就把这一笔资料 丢进137个模型 做Prediction 那因为Random Forest是一个效率蛮快的模型 所以它很快就可以告诉我们答案 那我们这样子就是层层叠叠叠的 Boost Shipping这些model之后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88%的accuracy 也就是说你把100栋建筑物丢进去 有88栋的预测结果是对的 好 那跟召回率有什么差别呢 召回率就是说 我拿100栋湿火 我已经知道它有湿火咯 的建筑物丢回去模型 它可以告诉我有78栋是湿火的 那我们认为这样子的结果是好的 因为再更好的话 它就会有overfitting的问题 就是模型学得太用力了 那它就会只记得 它学过的那些湿火建筑物 那就会有一些偏差 好 这件事反正也很复杂 就是如果很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搜寻过世 过世 不是那个人家死掉过世 就是overfitting过世 好 那 我们倒回去看 就是我们有了这样的结果之后 因为在RandomForce在猜树的过程中 它会去选一个最重要的feature 那我们刚刚丢了五十几个feature 就从那一大堆资料里面 丢了五十几个feature进去 那我们找出这前五个最重要的 然后这前五个就是分别是 住家用面积 建筑物总面积 屋灵 然后建物跟法定空地 那为什么他们这样看就是为什么重要 我们跟Domain Expert讨论 然后我们自己查了一些文献 我们发现 它其实反映了我们想要去找 想要去找出来的资料 但是我们找不到的资料 比如说家户面积 我们一直想要知道 这一栋建筑里面到底住了多少人 可是这样的资料是拿不到的 为什么拿不到 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房子 它是买起来租给别人的 租给别人没有缴税 是通力 那在这个情况下 政府没有资料 所以其实我们政府 没有办法掌握一栋人 它里面现在到底有多少人 我们完全没有这样子的资料 或者是比如说 我明明是在高雄工作 然后住台南 那我这样通勤 然后我户籍还是在高雄老家 政府也不知道你到底住在哪里 所以我们没有这样的资料 但是透过住家用面积 跟总建物面积 两个相处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自动建筑物里面 有多少面积是拿来住人的 那相较之下 你就可以知道说 有些建筑物 它其实预留了更多淘汰空间 预留更多商业用的面积 那这样的情况下 它事活机率就会比较小 好 那另外就是屋领 屋领这件事情非常有趣 我们在民国85年的时候 有一个建筑法规的大修法 那修法之后呢 我们就强迫规定 五楼以上的高楼大厦 必须要加装烟雾侦测器 那这件事是反映在模型上面的 就是说85年以后盖的房子 比较不会湿火 那消防员 我们也去问了消防员 然后消防员说 其实85年以后 就是房子跟房子的隔间 如果不是自己偷隔的那种 一般而言都是防火的材质 所以就算烧也不会烧到隔壁 很难烧到隔壁这样子 对 那另外就是它也可以反映人口构成 通常越老的房子 住的老人家也就越多 通常啦 但我们也没有办法收集到这样的资料 所以也只能这样子推 模型就是试图这样子假设 对 那另外在 所以这也反映了建筑屋高度 就是五楼以上的建筑屋 其实相对而言 比较不会烧得乱七八糟这样 那另外就是法定空间 这件事很重要 尤其是在台北 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前一阵子 台北市做了很有趣的创举 就是说假设我是建商 我是什么什么熊建商 然后我在 比如说我在10附近 有块很大的空地 我也不能盖 也不能盖 它就是不能盖的地 那我就捐给政府做公园 然后现在我在台北车站 有另外一块建地 然后政府就说 你捐给我那块公园地吗 所以你这里可以多盖三层楼 你的龙几率可以破100% 这是不合理的事情 就是那明明就是 远在101跟你这边有什么关系 然后你多盖了三层楼 那你的电梯有多吗 你的逃生空间有多吗 你的救难空间有多吗 都没有 那这个情况下是会有问题的 就是这也是模型自己学出来的结果 就是说法定空地 跟会不会发生火灾 有很强的关系 好 那再进一步分析 因为我是念经济的 就是你知道经济系都在做这种事情 就发现他们都跟家户经济条件有关系 就是如果我今天房价没有那么高 我可以换新的房子 我就不需要承受这些风险 那换一个角度来说 高房价其实造就了隐性的社会成本 今天我要花更多资源在消防局上面 我要设立更多的消防队来应付这些问题 那这些最后还是会回馈到那个税捐 回馈到就是每个人的税金 那其实是反过来的事情 就是说今天房价这么高 然后赚钱的都是有钱人 可是大家新增的这些隐性的社会成本 要由大家来负担 这是一个从来没有被讨论 或者没有被重视过的脉络 就是高房价其实有很多很多负面影响 它不只是资产 不是你可以一直投资的东西 它有很多其他面向的意义 没有被意义考虑进来 好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那个损失模型 损失模型 我们刚刚讲了发生几率 那我们现在来看损失模型 那在定义损失模型的时候 我们讨论过很多不同的方法 在金门大学那一篇的研究里面 它在结案的时候会写一个 会请消防员回报一个预估的财务损失 然后我们就很高兴地就跟那个 就跟我们的那个Domain Expert说 我们可不可以就直接用这个啊 都已经量化好了啊 我们模型可以怎样怎样跑 好多棒 然后他就说 那个我们都很妹子的良心鞋 我问一下台下就是 有没有那个远见杂志的同仁 好 把人家名字讲出来不太好 反正就是远见杂志 就是很热心会做很多五星级的评件 有没有 就是每次都把花妈拱上去啊 把泪青德拱上去啊 把谁谁谁拱上去 就是哦又连几年又五星 他们怎么做这个评件 他们就会发函到各个地方政府 然后说 诶你可不可以给我你今年的那个消防局的统计资料 然后我们想要看比如说你出过几次队 然后你火灾烧死了几个人 那你烧如果没有烧死了那你财务损失是多少 他就把这些东西全部加起来 加起来之后就觉得越少的越好 听起来什么东西啊 就是他们可能觉得很棒 但是这件事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不合理呢 就是当你这样子做 上面的长官就会有压力 上面的长官就会压队长说 诶你什么什么分队 为什么今年烧这么多 为什么烧这么多钱 然后为什么这么多财务损失 大队长就会跟中队长讲 中队长就会跟小队长讲 然后你现在就会看到 如果你是菜鸟消防员 然后开始报财务损失 然后就是从学校教你的你就写 他们的确是有一本说 木材一瓶值多少钱 墙壁什么墙壁值多少钱 他们有计算公式 那就按那个公式填上去 马上被骂 马上被小队长骂 然后这件事夸张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不只财务损失 就是所有只要没有烧死人 然后送到医院去 他们都会在上面写说 哦他是受精啊 他不是被呛到啦 没有被呛到这件事情 什么情况都是没有被呛到 然后特别是我们在跟Oka的朋友 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说 他们收到的资料都相反耶 就是呛伤的送进去都会被写成昏迷 因为医嘱这样写 你才可以去请保险 所以一样是呛伤这个事实 在不同的角度下就有不一样的诠释 那这样的诠释出来的结果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衡量火灾损失 我们不知道它到底稍大稍小 对 那在这边我们几次讨论之后 我们决定用霉色出车数 然后乘以消防的那个时间 就是触队的时间 那我们已经尽量这样做了 可是有时候 因为只有400笔资料你要想 如果一笔资料是错的 其实就很严重了 所以我常常看到一些 他比如说 你就烧得很严重 可能五六个人 明明就是 他上面可能只有写一个人送医或什么的 就是很轻微 感觉好像没有什么 可是出动了八台消防车 然后出去了三个小时 就是蛤 就是那八台车是要坐谁啊 就是这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或者是那种 他就写得很清楚 比如说什么热水器烧起来 然后家里没有人 然后又可能五台车 然后又五个小时 在这个资料这么脏的情况下 你不可能期望 你的模型可以学的多好 好 那我们除了这样子的资料 就是这当做我们学习的那个目标 就是我们的Label Data 那另外就是我们还加入 被我小小巷弄 然后考虑那个消防力介入 所谓消防力介入就是说 火灾烧起来的时候 有人去灭火 有人拿灭火器去喷 或者是那个锅子 有没有 那阿嬷煮菜煮一煮 阿嬷吃很油啊 那监狱天天整个烧起来 然后拿锅盖去盖 这样也算消防力介入 对 然后再加上那个失火原因 那其实这样的结果 我们只能train出一个pilot model 就是我们尽量让它有参考性 那也因为这样我们用了很复杂的模型 就是我们用了深度学习的演算法 那总共有62个feature 那我们尽量就是让它可以收敛 然后我们就认为它是可以接受的模型 这样子 我们尽量让它可以接受 但是就是那个资料程度就是这样子 我们也真的没有办法做什么 那这也不能一直就是 也不能怪谁 就是可能只能怪某杂志这样子 但是高雄市消防 高雄市政府其实非常积极 他们知道这样的情况 他们在今年已经改变了 那个预估财务损失的部分 他们定了一些客观条件 然后把火灾分成五种严重程度等级 那是依据客观事实的 就是比如说天花板有没有烧起来 然后火场温度多少 然后单加树多少 那你可以想象它其实还是会压 它其实还是不会如实地告诉你所有的情况 但是我们希望它会比以前要好 我们就是这样子希望 好 所以我们介绍了我们的那个火灾风险的 是怎么出来的 就是发生的机率 然后在城上的那个火灾损失 那我们把这样子的结果呢 倒回去那个地图来看 可以看就是这个是风山市区的地图 然后红色的点就是比较严重的地方 那这张图就是基本上不会上传到网络上 就是好像会对房价有一些影响 但是其实只要是风山人可能大约都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然后就是有小小兵的那三有三只小小兵在上面如果你看得到的话 有三只小小兵那是现在分队局就是消防局所在的地方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他们在设消防局的时候就已经考虑了火灾案件的那个频率的程度 所以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然后如果我们再细看就是那些红点是哪里呢 右下角最红的地方是国宅 是非常早期的国宅 然后还没有读根计划这样 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真的人类住在那边 就是上次那个高医院长讲的啦 然后右上角是老城区 左上角是早期社区 然后现在是虫化区这样 就是盖了一些很棒的豪宅 然后在那个就是国道一号交友到附近呢 是住宫混合区 那边也是火灾发生比较频繁的地方 好那我们在乘上损失可以看到 就是右边这三个红点就是特别跳出来 那这是因为如果他们烧起来的话会比较严重 特别是在那个国宅的地方 因为它就是以前都是木造建材 它隔热的效果没有那么好 所以烧起来就会比较严重 对然后把两个撑起来就是这样子的结果 那这样子的结果回馈给消防局有什么用呢 他们其实每一年会有居家访查 那以往的话他们就是随便抽 他们就是随便抽几户这样出来 那现在的话他们就是可以 根据我们预估的那个火灾发生几率 他们去抽那些高风险的家户 他们可以从红色这边去抽家户数来做访查 那这样子的访查会比较有效率 那对消防宣导来讲它也可以比较有效的预防 好 这个是更好的解释 什么叫做抽的比较好 以前就是随便抽嘛 那现在抽就是你可以都尽量抽红色的 这样子 那参与的心得就是 因为我现在还是研究生嘛 对我们来讲就是这是一个很难得 可以参与就是真实世界的资料 因为你知道学资料科学的人就是 拿那些很干净的dataset 然后整天玩来玩去然后跑 就是消耗超多资源 烧爆CPU烧爆GPU 然后去得到更好的benchmark这样子 可是对我来讲就是参与这样子真实的从社会上拿到的资料 会可以更有效的就是回馈给这个做一点小小的贡献这样子 对那第二点就是在精英学上面 我们常常就会拿极尼系数来看来衡量一个社会的那个贫富差距 然后我们就会安慰自己说 啊台湾的那个贫富差距就还好 跟其他国家比起来 的确它是一个可以跨国比较的一个指标 可是当你拿到社会的结构性的脉络下面来看的时候 它完全不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高房价这件事情 其实一直隐形之中一直在电高我们的社会的外部性成本 那这些外部性成本是要有人来吸收的 那为什么最后会是转嫁给大家 为什么是转嫁到那些永远要加班 一直出勤然后泪摊在地上的消防员 这是一些很本末导致的事情 那接下来就是那些地质的问题 其实是在教科学时代 比如说大家最近讲open data machine learning 然后这些智慧城市 civiltech 这些面向其实在台湾社会走得非常前面 可是我们的政府还是没有跟上来 就是在data infrastructure这件事情 他们没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可以跨局处的有一个很大的database 然后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资料都结构化 那到最后就是变成就是各局处就发包厂商 然后你问说为什么这个是一为什么这个是二 然后他就说发包就是写立场商就是这样子啊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公务员在交接的时候 前面的人怎么打我就是跟着这样打 他没有一个guide line 没有说这个栏位应该要寄什么样的资料 是numerical资料 是明目资料 还是类别资料 还是叙述性的资料 在这个里面没有任何的规范 那最后就是很表面的kpi制度 就是大家要去压那个数字的时候 就变成每个层层叠叠叠的谎报资料 那你就最后你就没有资料可以用啦 那你在那边就是存了很多资料 可是他没有反映真实的情况 好但是虽然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的那个火灾发生几率模型 因为没有参考这些后面操作过后的资料 我们就是拿物灵啊这些客观事实来训练模型 所以在那个风险的 在几率模型上面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这样子 好那我最后很快的讲一下那个探索式资料分析 这是那个消防局他们要求我们做的 就是就是局长有一些假设 然后希望我们去验证一下啦 好这是红色的红色的部分是住 就是我们这次看的建物火灾 就是集合式住宅的火灾 然后粉红色的是杂草火灾 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年份杂草火灾的案件数 都比建筑火灾要来的高 那这边想让大家猜一下 如果我们看月均的火灾数 大家觉得高峰期会是几月 一到三月举手 有人觉得是一到三月 是就是野草火灾发生几率最高的轻举手 一到三月 好那四到六月 好七到九 七到九的人多一点 然后十到十二 好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 答案是一到三月 一到三月最红 然后红到四月多一点点 就是第一列的火灾 然后刚刚最多人的七到九月是住宅火灾稍微的高峰期 比较稍微没有那么明显的高峰期 那我们也跟那个局长讨论啊 为什么会这样啊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案例 你就会知道 有没有人要猜一下为什么会这样 对对对对对 可是为什么高峰在三月不在四月 对对对对 对没错没错 没错就是就是这样 就是有没有 这座有客家乡亲吗 哈嘎人有吗 哈嘎人 哈嘎人都会提早扫 就是因为以前 我阿公是这样跟我讲啦 我阿公是说那个客家人以前都住得很远 然后所以过完年就会一起扫墓这样子 然后扫完墓大家才回各自的城市 对所以如果我们按那个节日分的话 你可以看到那个元宵放鞭炮 春节放鞭炮就已经开始往上走 到228有一点高 可是这个这个有点高不是因为228 是因为大家提早扫墓 然后到清明的时候就是飙高这样子 对这是另外一个面向来看火灾的问题 就是但是你你如果跑出去跟人家说 啊我们就那我们就不要烧那么多金子啊 然后就会有宗教团体来抗议说 哈你们就是宿主望点啊 然后烧个箱不行 烧金子也不行 好就是这样 没有要没有任何个人立场 好那就是开方给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问 那如果有想要看我们的结案报告的话 就是上面这个网址 或者你搜寻D4SG然后建物火災资料什么什么的就有 然后如果对这个计划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 然后12月11号的时候会有第四期 就如果你是NGO或者你是政府单位你想要提案的话 可以对D4SG提案 那如果你想要成为资料英雄的话 也可以提出申请这样子 好那有人有任何问题吗 你好谢谢您的分享 那我想请教说 那如果说这东西想要从凤山区扩通出去到其他的地方 那你觉得就是因为现在已经有一个完整的流程嘛 那你觉得在复制到其他地方的时候你们要做什么样的调整 或是预期会遇到这样的困难这样子 这也是那个局长就是很想要知道的问题 然后我们后来其实提供了一套 因为我们整个做的时间大概就两个月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只要量级上面做更大的那种 就是你知道我的电脑就会爆炸啊 所以我们提供了一套线上的平台 让他可以把资料丢进来 然后进入模型然后输出这样子 但我们其实没有真的去验证说到底会怎么样 对那其实很难说对 但是我们有做一件事情是到今年就是他们用了新制的那个火灶回报之后 我们有发现就是那个风险的模型 那个几率模型表现的没有像我们在训练的时候一样好 所以其实这个模型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它不是时序性的模型 它没有考虑时间严禁然后资料的变动 但如果你又要考虑这件事情整个模型就会变得更复杂 对那这就是我们 这个规模可能就会超过D4S7可以承担的 但我们希望可以做这样的pilot 就是说服政府说这是一个非常可行的方案 然后是值得继续做下去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请问一下那个除了那个改新制以外那这份报告提交之后那个政府那边有 有其他的改进吗 政府那边有没有其他的改进 其实他们一直很想做人力调配这件事情 可是很难 就是因为这会牵扯到有些人可能就是在等退休 然后在公共体系就是一个很沉密的世界啊 你不能把人调来调去 你不能说我把你移到这边 因为这边比较多火灾啊 那就会说为什么是我啊 他们一直很想做但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在第一期的时候 在1.0的时候其实就有反映出这样子的问题 对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也把这个结果呈现给台中市政府 那因为台中市政府就是有一个数位治理局的计划 那他们就会希望这是一个跨部会的一个组织架构 那可以帮每个局处做data infrastructure 对这也是比较正面的意义这样子